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来西亚恐进入日增4000例趋势 过去24小时境内再新增408例 是过去7天来第二次 累计全国确诊人数快达17万例 当地媒体报道 已经有医护因为照顾新冠病患过劳促势 人权观察团体也指出 大马政府防疫与救助措施 没保障到移民与难民人权状况恶化 印尼感染曲线静阳 两周来日增确诊数动辄10万例起跳 同样在17号创下目前新高后 最新再通报12500多例 累计快94万例 现在又传出印尼防疫与经济复苏委员会主席爱朗嘉 先前曾确诊却盈利不报 总统府也声明完全不知情 日本疫情出现趋劳迹象 每周日增确诊数高点 有望压到7000例以下 最新再添5550例 累计34万6000多例 政府宣布已经和辉瑞签约 今年内就能订购足够让7200万人施打的疫苗 南韩最新再通报401例确诊 已经是连续第四天 日增病例数在500人以下 累计快7万4000例 韩联社形容第三波疫情高峰已经过去 但公共场所群聚感染频传 前总统蒲景慧也传出 与看守所确诊职员有密切接触 总统文在寅宣布 政府震撼美国Novavax 商讨加购2000万人份疫苗 印度19号首度出现疫情爆发以来 日增确诊低于万人情形 是否能维持趋势 仍需进一步观察 最新再通报15000多例 累计1060亿万多例 当局宣布开始援助运送6个邻国疫苗 不单将获得15万剂牛津疫苗 再看到美国整体曲线持续下滑 过去4天继续维持在 低于日增20万例内 最新再通报18万8千多例 但全国累计染疫人数 快破2500万大关 新上任的总统拜登 随即签署相关行政命令 要求民众100天内戴口罩 并设立疫情应对协调关 欧洲方面 西班牙疫情从1月中开始急速升温 日增病例数暴冲一倍 有进入日增4万例趋势 最新再通报4万1千多例 创目前新高 累计241万2千多例 法国曲线起伏剧烈 每周日增确诊数高点 难进一步压低 且有升温迹象 最新再通报2万6千7百多例 达一个多月来新高 累计296万5千多例 德国疫情曲线持续缓步下滑 19号首度出现日增低于万人情形 最新再通报1万8千5百多例 累计全国209万多例 总理梅克尔宣布延长防疫封锁令 并预告不排除对欧洲跨境人士 进行边境检查 唯独变种病毒入侵 英国每周日增确诊数高点 出现下滑迹象 最新再通报3万8千多例 累计350万5千多例 但单日死亡人数却也创下新高记录 来到1820例 首相强声警告 未来几周情况会更艰难